Mblockley App的介绍 那前面的基础学习完 其实才会进到这里来 这个它还是有阶段性的 当然这边先学这个 接下来进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吧 开起来以后呢 就是开始手写程式 要求你什么 真这里的平板 这个连接 先把它连起来 我就随便先点一个 这是附近的 所以这边连接有点麻烦 因为它名字没办法辨别 它上面不会告诉你 我这台编号是271 也是蓝牙的编号 我先随便点一个吧 然后连接 可以开始连接 哦 连上咯 连上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是你的存档 这是新建项 我们从这里开始吧 好 就说这个 从起始的地方 这里 当go被点击 go不就这一颗吗 一定是先从这个拉过来 要做什么呢 我要让它移动 点移动的时候 所有的移动机会 就全部秀出来了 这就跟square就很接近 OK吗 不过我们有车子可以拉动 那这边有向前 这边可以切换 我先拉一个进来 好 这里每个都可以改哦 向前点一下的时候呢 也可以向后 那这数字呢 我速度多少 是大一点的 最快255 老师 为什么是255 但是其实你拉这个速度 其实车子动不了 因为车子有固定的重量 就像你启动的时候 我们开车启动需要 踩一点油门 踩了油门以后 你不踩油门它自己会滑 可是在启动那一瞬间 你不可以设这个 让车子动不了 那0的八四方是256 0不算 所以最快是254 那前进几秒呢 这速度就可以调 我再点起来 可以改时间 我改了5秒钟 点5 打过确定 所以呢 用最快的速度前这个 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接下来怎么复杂 可以向前 可以顺终 旋转 对不对 那 这个是 向前有几秒 几秒钟就停下来 这是一直前进 就没有停了 这个 那左转一样 这是左转有时间 是左转 就是左转 原地打转了 那停止运动在这里 好来 那 诶 设置什么 多机的接口 看一下这个吧 有四个接口 你接不同的设备 靠它 Apple 机器有四个接口 比如说你接超针波 接循迹感应等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 诊息效果这里 哦 LED灯也亮哦 LED上面有两颗 所以我拉过来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希望在前进的时候呢 灯也亮 有左灯跟右灯 等一下你可以试试看 那亮什么颜色呢 点这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点起来 再点一下 这边可以设计颜色 可以做选择 好来 我现在随便点一下 那接下来 试剑 这里 哦 平板 它可以侦测到 我们平板有什么 重力感测器 所以呢 当你平板前请后请 有些人在玩 有些手机啊 左摇右摇 会控制到左摇右摇右摇 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键给它 哦 当我向前请斜的时候呢 车子前进 向左请斜 车子左摇 你可以设些视键给它 哇 这边有探测 探测什么 光线强度 当光的光源的强度少于多少 之后呢 电站自己打开 比如说路灯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新的汽车也是这样 现在新的汽车头灯什么 进地下室 它按大灯自己开 就个光感应器 所以其实这个在教生物科技还不错 我们现在只做简单介绍 数学 如果 当 距离超声波感到距离小于20公分的时候 车子要停下来 这边控制 控制度轨圈啊 如果怎样 哦 这边是这个 当然这样手写移过来就不要 那如果进到这里来 你可以这边 这边有什么东西 看一下右边 这边有现成的案例 点起来做什么呢 这是他写好的程式 我想先体验一下这个 七彩祥云 红层 那是大陆的用语 红层 黄绿 蓝青纸 蓝电子呢 点亮每个人 那每个灯显个颜色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点起来 那把神秀给你看 这就是什么 当我点够的时候呢 我的M8的机器人 两个灯全部亮红色 一秒钟 接下来再亮 橙色一秒钟再亮 黄 红橙黄绿 这个都会改 好了 那不要的话 就手指头这边点一下 这不要再看下一个次例 来点这里 什么 电闪雷铭 我们也载进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呢 会播声音哦 C-D-E-F-G-A-V 这个是Dola C-D-E-F-G 来往上看一下 A-V 它的代码是什么 这叫做 Sorry 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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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它的顺序怎么念 CD-E-F-G-A-V 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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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亮红灯,可以一起播音乐 这是词形的顺序 来,那我再点一下这个案例给你看一下 再看第三个案例,这边有步步为营 它说什么,M8的既然按着顺序行走 前进的时候呢,两个灯亮绿色 停止的时候两个灯亮红色 后退的时候两个灯亮黄色 左转才会叫警笛哦,鸣叫一声哦 那右转的时候呢,我亮黄灯平笛哦 来,点这个,把翻例叫进来看 这个,好,当我点够的时候呢 往前100的速度,这时候两个灯亮绿色一秒钟 那接下来呢,亮红色 接下来后退100的速度 两个灯都亮黄色一秒钟 接下来呢,接下来红色 接下来左转的时候,这边给你切换 那这是它提供给你现场 来,接下来,如果我在新的话 我点新增项目哦 来,要不要存档 就是把它储存下来 那不过我们先至少先做一下吧 来,先开始 我先做简单 当我点下去的时候 我现在让它移动 对不对 一秒钟 然后再后退一秒钟 然后再移动的地方 再把这个拖过来 前进一秒后退一秒 好,如果你写完程式要储存下来的时候呢 就这个了,新增项目 来,给它一个名称吧 LU1,第一个程式按确定 哦,这时候拉了,刚不见了 我们刚刚要先点新增项目,修正一下 当我点的时候呢,移动 然后就拉几个金项目,组一下就好了 好,这个 再拉一个,第三个 再拉一个,第三个 左转 Youtube LU,第二个翻例 确定 那下次呢,你的份程式在哪里 在我的项目 这是我曾经写过的 第一个,第二个,就在这里 你可以把我之前叫过的第一个叫进来 我的项目是什么 我开了第二个程式 所以呢,这个是什么 它的翻例给你参考 那写完了,程式可以把它处存下来 就会在这里 那这边是学习 所以这边就跟Squatch一样 你要了解这左边的每个积木 它在做什么就学习 所以一般学习阶段 先从小朋友先从这里开始 或者说,再来玩这个 就在这个 来